SafeX 香港動漫720 Hello 大家好,我是銅碼動畫及視覺大學教育的馬Sir 早幾天香港數碼印刷協會和3D打印協會的會長鄧先生 鄧滿球會長,他就邀請我去到中環參觀一間公司 叫做馬景記 這間公司剛入了一部很厲害的3D printer 這部工業級的3D printer 當然是先多為快 上去參觀一下 名字應該叫做Mimaki 希望我沒有讀錯,Mimaki 這部機是一個工業級的3D打印機 這部機有多厲害呢? 我就看一些規格 他應該能夠印出一千萬隻全彩色3D打印機 跟我們過去可能只是進入幾隻3D打印機 就相差很遠了 先倒為快,看看他的實物 他們調整這部機都調整了一段時間 剛剛印刷完製成品之後 就叫我們上去參觀 第一次看到這個全彩的3D printer 都挺嘆為觀止 第一,他都很快的 第一次看到一個這麼彩色的Pattern 是直print出來的 沒有後期製作過 雖然你看到表面有少少粗糙 但他的好處就是 這部機是ABS來的 是硬的 另外它print的顏色 其實是有厚度給我們選擇的 它有一個、兩個、三個Level 可以print的顏色 厚一點和薄一點 如果print厚一點的時候 我們可以直接打磨 磨掉了 磨掉了 表面之後 仍然是保持全彩的 所以他都已經想到很細緻 這隻公仔可以做很多後期打磨 都不會影響到他的顏色 而且他是ABS 所以他硬正 能夠做一些 present 或者做exhibition 就完美 他的好處當然是 print很多隻都是一模一樣 另外 你們會看到細緻的位置 真的很誇張 現在這隻日本歌手機 他的頭部 就調高了 他還沒組裝好 因為那條頸裡 有些入筍位 那些入筍位 應該裡面有些支援 還沒清潔乾淨 所以頭部還未能夠 入靚 之後他們會再整理 清乾淨的支援 我們增加近看的時候 其實裡面有很多pattern 很多pattern 全部都是直出 沒有後期製作 反轉他來看 可以看看他的底部是什麼樣子 其實他跟一般的3單機 都可以有些setting 就是 他的裡面 我們可以選擇 一個空心或者實心 如果空心的時候 就省很多材料 另外 我們看到他的頭色 歌手機的頭色 和他的背部 有很多很細的細節 他現在的頭髮 有個蝴蝶結 打住了 那些頭髮絲 那些蝴蝶結 差不多是1mm的厚度 你看到其實很薄很薄 都能夠很細緻 還有你看到頭頂 有些絲帶 蝴蝶結 那些都是很幼細的東西 我都想不到原來他能夠刷到這麼細 還要是 因為他用一些 水溶性的支援 所以這麼細的位置 他都無穿無難 能夠表現得非常之好 另外 第二個Dummy 就是老虎 你看到老虎的漸變色 神經病 神經病 我真的 少見大場面 我看到他那些漸變顏色 簡直是炭為觀止 傳統我們全部都是 齋正式 或者只有幾個顏色 混合起來 有個漸變的老虎 真的很厲害 那這個就是 他在機器裡面 剛剛好 整理完 然後那個狀態 你看到他面上 有一股蝶的樣子 其實那些蝶是支援 就要拿去 融掉那些支援 就會見到那個真身出來 我都叫當時的 技術員 接著就 試試清理 那個質地好像一股蝶一樣 你看到他 清走那些蝶 都不是太複雜 不是太難 不是吃得好死的 那他之後再慢慢清理完之後 基本上都能夠清理得很乾淨 那個底板 那麼 清支援 就有一個超音波機 超聲波機 這個超聲波機 就是用來射 就是 加強撞擊 盡快令到那些支援 融解 那些支援是水溶性的 變成能夠很快 沒什麼害地 能夠解決那些支援 那些支援 他們都說過 都試了一些測試 融解 其實都不是花很長時間 在那個Dummy 嘗試做一個融解Support的過程 他們都由零開始 試一下 print一隻公仔出來 看看效果 你看到他第一層是在print support 那這部機 其實能夠print些什麼顏色出來呢 他基本上是能夠print到 印刷四色 CNYK 除了CNYK之外 還有一隻白色 還有一隻透明色 那變成呢 去print的時候 就多很多東西玩了 我們想那些顏色透一點 就可以在透明上面 再上CNYK去print出來 如果我們想那些顏色厚一點 實淨一點 可以先print白色 再在白色上面 print CMYK 這樣顏色就會實淨很多 另外甚至乎可以在一個 全透明的 一個模型上面 再print顏色 就變成好像有一些 好像那些水晶下面 有些虎鉑 那些虎鉑裡面有一些pattern 或者有一些昆蟲 有那個效果都可以做到 那這個也是很特別的做法 那這部機 另外他也能夠 成重也挺大的 他能夠好像 成重5kg 即是說他是受得壓的 所以就不會太脆弱 那傳統有些粉機 他就說 那個彩色都可以做到幾十萬的 彩色 不過是粉機 那就是說 是粉再加一些 黏性的物質 令它固化 那變成那些是很脆弱的 那這一隻就不同了 這一隻 它是ABS 是能夠成重 以及 硬正很多 那變成做一些 Exhibition 或者做一些3D Print 就是漂亮很多 那我想它設定出來 可以是為了一些 Museum 可能有些很珍貴的文物 那如果我們想做Exhibition的時候 如果拿一件一個古蹟 一些 一些容易受損的古蹟 給觀眾參觀的時候 其實保險可能也挺厲害的 那我想可以應用這一部機 即是將一些古蹟 可能是木乃伊 一些 一些立體的雕塑 大衛像 或者一些 陶瓷 做一個3D Scanning 然後再用這部機去Print 出來 能夠一式一樣 將那些 古物 文物 的 一些質感 全部Print 那我想這個是 都有很大用途的 那今天的分享是這麼多 希望大家對這個3D打印機的更新的資訊 會有多少少掌握 多謝大家 下集繼續 信任 大家 下次見 認識 我們 請 rapid 看 你 那 有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